先来寻一寻题目的关键字眼 首先第一句就是这个有用 他认为考试最重要的是取得佳积 这句说话衍生出来就是 结果比过程更加重要 这是第一句说话的理解 第二句说话就是 失败乃成功之母 这个理解就是 失败是成功的基础 他们是因果关系 就是刚才看同学的文章所见到的理解 这个就是同学的审题是正确的 这是因果关系 接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就是关于成功的方法 然后题目就是 各人对成败的不同看法 就是要同学以成败之我见为题 写一篇文章 所以这篇文章要讲成 也要讲拜 成败的关系是什么呢 是否只是局限于 因果关系呢 这就是要同学去分析 成败和结果过程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如何取得成功呢 这些都是文章的分论点 那即是说 这篇文章 如果是有分论点的话 我们就是要判断了 第一个分论点呢 就是成功和失败之间 是不是结果和过程的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成功和失败 是不是因果的关系 那么基于这两个分论点呢 再去讨论如何才可以取得成功 那其实呢 成细文章 你只要按照这个思路去进行 那就一定不会离题的了 那好了 那看回同学的文章 首先同学第一段就说 成功和失败是人生必经之路 那么呢 每人是一帆风唇 总有成功 每人是 相反 亦都每人总是屡战屡敗 走不住一次成功机会 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如何 去对待成功和失败 那即是说这篇文章 在第一段里面的中心论点就是 去论证如何对待成功 这个字写错 和失败 那么呢 我们这篇文章 其实这个题目 是要求同学去分析 成与拜之间的关系 那这里呢 同学呢 就将个中心论点 放了去如何去达 去去面对成与拜 那变成与拜 这个中心论点就是一些方法 那好吧 那接着 因我认为两者皆是人生中不好 或缺第一部分 那我们如果当这个是 如何面对成功与失败 是一个中心论点的话 那你认为是如何才是正确的呢 如何去面对呢 好 那接着呢 第一段下来后,你应该去探讨怎样去面对成功和失败 但同学的分论点就变成成功和失败的关系 好了,都不要紧了 就用了题目的内容去写了这个论点 失败乃是孕育成功的重要一步 这个是OK的 失败是一个过程,也是正确理解 成功是一个结果 这里看到同学审题正确 对题目的理解是正确的 这里已经是因为审题正确 在内容上,基本上是拿到五成以上的分数 好了,是因果关系,这一句就有问题了 因为这个解释就是显得有些无断 即是说不够客观了 他们是因果关系 但有时失败不一定会导致成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有一些失败是永远都不可以有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 做手术 不可以失败了 一失败了 就人命都没有了 这些是指去成功不去失败的例子 是不是? 比如说,建桥起路 这些不可以失败的 你要撇除这些东西去证明 失败不是每样都可以达致成功 失败一次都嫌多 所以后果可以是很严重 所以这些位置 当你没有去考虑这些位置的时候 你直接说,失败是成功的因果关系 这个就是在分论点上 其实你的分析不够客观和全面 所以这里就留意 这是第一点 在第一个分论点里面 留意你的观点 不能太过无端 太过片面 一定要想得比较严谨一点 不要让别人一见到这个偽命题 不是一个真正可以 真正可以普遍使用在一些客观事实上的东西 这些位置就比较危险 即使它的因果关系 同学就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爱迪生发明这个灯泡的灯 这些例子 爱迪生、海伦海纳这些例子 是太过熟悉了 是令到你的内容 流于一般 因为这些例子太普通 例子太普通 就会显示出来 你那个 语文的能力 不是特别地高 那你要举一些 更加 特别的例子 就会显示出来 你得到高分 有两点 所以论据的储存量要增加 增加一些不同的 比如这一段 你可以据很多人名出来 证明你的语文能力 比如说科学界的有哪个 有居里夫人 有高坤 一群的人名 可以有科学领域 然后体育领域 又有哪些 运动健象 是女拜女战 又举一群人名 然后可能是演艺界 你可以在这里 可以罗列很多 相熟 知道的例子 然后再举两个具体 令人觉得你那篇文章 内容很丰富 考生的涉猎面 这些才会得到高分 就不是说随便 说两个大家都知道的 爱迪生 海伦海纳的故事 这些是中等的 五成的分数 去不到高的分数 接着 第二个分论点 就是如何对待失败 去到我们的中心论点 如何面对 同学分析得很准确 在这里就是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就说成功随缺于命运 人做事是有限的 但是我认为 不应该将他交托给命运 应该是失败中不断学习 这段其实同学的理解是正确的 好了 接着就是将失败 视为工作经验 不是命中注定的失败 这里也是OK的 这里的论述也是OK的 好了 接着就是举孙中生做例子 说他如何经过多次的失败 最后就是在武昌起义里成功 这样 这个例子也可以 但是也是存在同一个问题 就是 孙中生的例子 1号是太普通了 所以可能你要在 历史的角度去说 一些历史的史实的角度 或者是一些更加多的其他的名人 可以落列一堆名人出来 其中最集中就是说孙中生 就是令到你的例子可以再丰富 所以这里就是第二个分论点 即是说你是论证了过程 论证了这个失败的基础 跟着也论证了成功的方法 好了 所以你的审题在这里是OK的 好了 再来看看你的否定 即是那个博论部分 有些人认为 有些人认为 只重视成功而忽视失败 考试之后就说考试就是 取得佳积得得得 这里就说考试成功 操练就相当重要 那你就变成了你的分论点 就是说坚持 坚持的对成功的作用 OK 这个例子也可以的 这些例子就合适了 一些运动 例如田径、球类、奖牌 不可以令到我们在下一个比赛里面成功 只有失败在痛苦中得到宝贵经验 才是成功的基石 但这里就是这一段 其实就是林静德比较合理了 邏輯性就强一点了 好了 所以总括而言 最后就是说 失败是成功的其中一步 OK 两者同样重要 只要有坚定不屈的意志 失败的时候不放弃 就会向你成功跑下去 就会得到成功了 总结都可以的 总括来说 这篇内容 就是 有六成的分数 审题正确 例子普通 这篇内容 这篇文章的文具 表达就是六成 赞理的比较好的 处理得比较好的 就是文章的表达组织 那个位置可以给到七成 因为这个结构是严谨的 这篇文章 好 那这里是 好了 那然后呢 字体 这里应该都是五六分 所以这篇文章的总分 就是 六十一分 大概是四级 好了 怎样可以变成五级呢 你的论点要再清晰一点 不要那么武断 那个立场要再清晰 然后呢 例子呢 要特别一点 要多一点的角度 去论证那个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你呢 成篇文章呢 就有机会在内容那里拿到七成了 那在文具那里呢 如果你多些排比句 多些的修词 那其实呢 一产本论文都可以有很多的修词的方法 可以考虑 比如说排比句 那你是最封一段 和最封的那、一段 加起头那段 有一些的排比句 你的气势就会来了 就会有更加多的文气 在上面 之后你就可以用一些切κε 开头的时候 或者每一段 的开头 那个分文点 用一个切页的方法 可以有一些比喻的论证 论 或者是一些对比的论证 当你拥有这些论证方法的时候 你整个的文具就会有机会上到七成 基本上是这样 主要是要多些例子 看多些法文 增加你的修持能力 OK?好! 谢谢! 谢谢!